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不知道看我這個頻道的朋友有多少是公務員呢? 又不知道如果你們是公務員的話 就對於公務員事務局特區政府宣布 今年你們又有身家,3% 還要back pay到4月1日 你們滿意嗎? 香港財赤超過一千億儲備不夠一年 借債度日,還有得人工格 但是公務員的團體都吵得很厲害 喂,比私人機構的薪酬趨勢調查 有沒有搞錯? 我不知道林大總統,袁左級的位置會不會又出來吵 我待會回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次公務員加薪3% 其實政治含意是什麼呢? 回來再聽 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早前做這個申酬趨勢調查 即是說一些私人公司 確實實就由這個比較低級到高級的職位 由加薪去4-5% 但是政府官員一早出來吹風 不行啊 一定是做不到這個數 我也預言了他是不敢不加的 不敢不加的 因為今天這個維穩的局面 是要靠公務員去支撐的 尤其是拿槍的那些 所以林大總統一早已經出來說 什麼癡之以鼻 說三道四 即是你不敢不加 一定要加 現在是劃一 無論高中低的劃一是3% 追溯到今年4月1日 好 還要跟四個公務員的中央評議會職方代表談 才可以決定最終的加幅 好了 現在公務員團也表現失望 因為調查的趨勢 高級的就是4% 中級的是4.32% 低級的是5.47% 現在比這個薪酬趨勢調查是低的 不過楊河培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說 不一定要跟足 很多因素考慮 說了 整體經濟 生活費用 私人市場 公務員的士氣等等 於是劃一加3% 是不是薪酬趨勢調查是名存實亡呢 不是要硬生生這樣跟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六大因素 然後才做這個決定 私人機構怎麼看呢 周以平 周以平就是人力資源顧問 他說今年私人市場 大概是加3.3%到3.5% 跟公務員的加幅差不多 對私人市場不會太大影響 因為這樣 大家互相攀比 你加得多我要加得多 如果私人市場加得多 公務員說為什麼我們加那麼少 這樣又不合 如果公務員慢慢加 私人市場就說 他加那麼多 我們應該加多些 對公務員 對私人市場來說 就會造成壓力 公務員的團體奉旨失望 不過我就要分析一下 究竟這樣的加幅 在今天的情況下 還要這樣加 會對整個 香港的財政的情況 帶來什麼影響呢 首先說說 公務員 究竟多少錢人工 各位聽眾觀眾 如果你是做類似的職位 你可以告訴我 你是不是沒有公務員 這個薪水呢 最基層的 最基層的 文書助理 如果加了之後 就去到 這個 有個範圍 最低的就是 15,100 去到 26,500 26,500 OK 文書助理 還有一些低層一點 當然 舉個例子 那個就是 中層 警察 用警察來計 由28,900 即將近3萬 加到 不是 至到 4萬2千 看看你做警員 去到什麼級 是吧 你原作級 一路升上去 多少畫 是吧 3%的話 就是這個數 OK 好了 如果是高級的 上任秘書長 加3% 就由 32萬 加到 33萬 加了 成萬 那 我不要說 那裡常任秘書長 這麼厲害 是吧 中層 28,000 到 42,000 警察 值不值那麼多呢 是吧 基層的 15,000 到26,000 你又有多少呢 話話 那 就 好了 究竟對香港的 財政 有多大的影響呢 這樣 其實這條數 就很容易計 有些人說 中間浪漠 平衡各方聲音 這樣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公務員 其實那個開支呢 2023年度的開支 是1491億 1491億 是佔政府開支的21% 很厲害的 各行各業都是 是吧 除了譬如你說 食肆 零售那些 租就最大 然後才到這個 薪酬 大家不喪百眾 然後 資助機構 資助機構 都是政府給錢的 如果政府公務員加 資助機構 一樣可以加的 是15,005億 薪酬開支 如果公務員再加上 資助機構 加薪3% 或1 很多 那裏 十幾萬公務員 再加上 資助機構幾十萬 是每年多支出 90億 90億 OK 好了 香港的財席 千幾億 如果你計算借債那些 可能更多 然後那個儲備 是不夠一年 一直都說不夠一年 的 的洗費 現在要再加多 90億 做公務員 加上資助機構的開支 那些錢在這裡 好了 現在要每一個政府部門 減1%的開支 對社福機構的資助 社工是眼中釘 大家知道 越收越緊 手起刀落 OK 這方面就說要減 社福 社福減 福利都可能要減 然後政府部門 每個政府部門減1% 這邊就收緊 那邊就放寬 我不知道是否能夠打個和 我打不到的和 90億 是不是 所以你 這麼嚴重的財赤底下 你要加工 其實這種 自相矛盾的做法 合不合理呢 我常用一個例子 香港的公務員團體 政府 申請趨勢調查 就考慮私人機構 加多少 他就從一個 這個 角度看下自己可以加多少 行量不同的因素 我覺得這種比較 是愚蠢的 為什麼愚蠢呢 順風順水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興旺發達的時候 這種比較有道理 大家都賺了錢 是不是 政府不是財赤 是財政盈餘很多 各方的投資很棒 理財做得很好 有很豐富的財政儲備 私人機構賺大錢 那大家就去討論 賺大錢是否應該加工 給多些花紅 給他的員工 令到提升他們的士氣 為公司賺多些 所以就加工 私人機構加工 老闆自己懂得計算 很簡單 究竟我加了工之後 我有沒有多賺 我能不能夠維持下去 是否令到員工的士氣 可以提升 令他們更加賣力 為我賺錢 他們很理性的計算 打算盤就算了出來 是不是 但是政府加工 不是用理性方法 如果財赤那麼嚴重 那副身家越來越少 收入 長遠的收入 大幅下跌 我們叫經常性收入 稅 包括印花稅 股票 樓宇 新縫稅 尼得稅 經常性收入 經常性開支 就是這些 薪酬 社會福利 如果你看到財政這麼嚴重 即是公司業績差 業績差 老闆 其實唯一可以做的 或者唯二可以做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減薪和財源 就會解僱人 又或者不解僱人 也好 不如大家 減一二千元的工資 共度時間吧 OK 大家有份工資 可以繼續供樓 可以繼續 養家 可以戶口 可以嗎 有商有糧 是不是 有間公司 如果是這樣 我不明白這間公司 如果財政很嚴重 經常收入 你看不到前景 經常開支 都是這麼大的 為什麼還有人工加呢 為什麼呢 是不是 我看到 有些評論 就是星道日報那些建制評論 行會中人認為 未到最暗烈的情況 都不應該用上動身 或者減薪的手段 因為公務員的薪酬 從來都是政治決定 不可以只計數 需要預判 社會如何解讀 正如2022年薪酬 趨勢淨指標高得驚人 政府最終 都是懷疑加升2.5% 以免遭太大的爭議 2022年的時候 財政有沒有那麼嚴重呢 想請問 今天的財政和儲備 是不是令人擔憂呢 想請問 是不是 這個不是說 私人機構的薪酬調查 以及公務員的薪酬調查 以及公務員的薪酬調查 互相去影照 互相去攀比 不是 根本政府 能不能夠 能不能夠 維持這種開支 以及 猛增 以及收入劇減的 這個局面 這個局面 是要靠公務員 特別是拿槍的公務員 去維持的 我已經說過 夠膽不加嗎 林大總統出了聲 你夠膽不加嗎 我覺得很可悲的地方 就是這裡 對於香港的納稅人來說 負擔會更加重 尤其是你見到那些政策 進退失據 朝令夕改 令到香港政府的庫房又少了 收入又增加了開支 垃圾徵費很明顯 本來預計有18億 收入 現在不但沒有18億收入 那些膠袋還要送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跟那些 指定袋膠袋製造商 簽個約 怎樣去履行 人家會不會追溯 我不知道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見到很多政策出來 很多很無謂的大白象工程 很無謂的濕濕稅 每個區議會給100萬去搞 這些垃圾 那些什麼地標 那些什麼打卡點 那些 那些就不節省 那些就不節省 去減社會福利 減社工的開支 每個部門要減1%出來 然後 一聲 好像倒水一樣 就倒下去 那現在呢 就可能會這樣計 因為股票好像上升一些 交投很暢旺 不過無以為計 然後 這個樓市 即使跌也好 有賣有賣 印花稅又相當不錯 他可能看著這個數目 因為他沒有辦法 我有機會說一下 大陸開放了自由行之後 增加了 現在說 兩個再加8個 究竟香港的遊客 大陸來的遊客 加了多少呢 他們的消費究竟是怎樣呢 有數據出來了 我們詳細分析 所以你看得到 這個公務員加薪是一個政治決定 是一個害怕 這個香港的維穩的局面 沒有公務員支撐會倒下去 所以 他被迫 一定要加 他不敢不加 香港的納稅人 究竟你們可以怎樣面對 沒有辦法 稅就一定要交 被迫住 你沒有意義 可能你會看 他們說 喂 加得這麼少 我們會走 有些人說 還有得加 我也希望做公務員 他們已經工資不低了 加少一次 他們不會死 他們不會供不到房子 不會沒有飯吃 但為何也要加 很明顯 這是一個政治考慮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非常和民心靜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多謝你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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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